然后呢后面说了 The jailer looked down eagerly Anxious to see if his fellow actor had at last learned his lines 这个看守在发坏 他呢非常急切地在旁边看热闹 那么想特别迫切地想看一看 他的演员同事是不是最终 把这个他的台词给背下来了 咱们看一看这句话的句子分析 这是个重点句 这个逗号前面呢 明显是句子的一个主干结构 The jailer looked down eagerly Eagerly是迫切的 Look on是旁观看热闹 非常迫切的旁边看热闹 看看他怎么反应 Anxious还是急切地迫切的 在这里为什么没有再用 eager呢 再用 eager跟前面 eagerly就混了 其实是同一词替换 只不过呢是同根字 这个再用 eager的话 跟 eagerly就同根字的这个嫌疑了 这个 anxious在这儿是形容诗端语 后面再推出 形容诗端语前面可以看到省掉了什么呢 还是省掉 being being anxious在这儿依然是原音壮语 为什么看着呢 因为他急切地想看一看 if从句当然是做c的避语从句了 急切地想看一看 他的演员同事是不是最终把台词背下来的 这是非为动词当原音壮语 在前面的 being被去掉了 我们讲了非为动词和独立主动中 只要出现 being 一般来说 being都可以去掉 这又是老实人的复习 这句话重点特别多 咱们先看一看前面那个 look on 这个特别正错 look on在这儿是旁观看热闹 只是看但并不参与进来 这个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动词 也可以同时记录 我们大声在读下 look on stand by stand by也是旁观看热闹 表示只是看但并不参与 但注意哦 表示这两个意思的时候 后面不能夹闭语 一旦夹闭语 历死历口就变了 夹闭语是什么意思 咱们一会儿来说 这个时候都是不起物的 后面不能夹闭语 比如说 only one man tried to help us the rest just looked on or just stood by in silence 仅仅有一个人试图帮助我们 其他的人只是静静的旁观看热闹 看到了吧 后面不能夹闭语哦 这是旁观看热闹 甚至我们说旁观者 直接可以构成两个名词了 把这on和by放在前面去 后面加一二就好了 我们大声都讲 onlooker onlooker bystander bystander 旁观者看热闹的人 但是一定记录李老师嘱咐的 look on stand by 夹闭语 意思就变了 look on 夹闭语固定搭配是 look on ASB 什么意思 把A看作是B 不是旁观了 回忆 we look on her as a daughter 我们把她看作亲生女儿 视如己出 把A看作是B stand by 如果叫summer 做命语 意思完全相反了 要翻译成支持帮助某人 而不是袖手旁观 你看 这个搭配决定海气 搭配多重要 支持帮助某人 he stood by her through the difficult times 这个男人 支持帮助的女孩子 度过了这段艰难的这个时期 你看stand by 单独使用叫看热闹 stand by 嘉宾语 是支持帮助某人 所以英语中确实 协作是很精确的 确实使用时不能麻糊 差一点就错了 好 再回到剧中 为什么她在看作呢 因为她迫切的想看一看 她的演员同事 是不是把台词背来了 这个咱们说了 本文中的anx to see 到巨末 是一个非味动词 对方圆韵壮语 为什么 因为她想看这个 所以她旁边很急切的在看这道 本文中可以看得省掉了being 我们说了being 因为这搭配本来是be anx to do 急切的去做某事 变成非味动词之后 当然把be还成being being一般可以去掉 非味动词 独立主格中出现的being 一般来说都能去掉 你不去掉 当然也完全正确 也可以 这个也是就知点的复习 咱们复习一下第16课 哪里有一头小羔羊里面 在74页的第13行 74页第13行 ashamed是个形容词 短语 我们叫off 对自己刚才如此鲁莽形式 感到很羞耻 Demite向Aleco来道歉 因为刚才曾经指责过他 因为对自己鲁莽形式很羞耻 ashamed 前面依然可以看到省略了 being ashamed 为什么呢 这非味动词吧 非味动词的逻辑主义是谁呢 就是Demite 主旧主义还是他 所以是用非味动词正确 但being一般可以去掉了 本文中也是 那么anx to do 前面省略的being 是谁急切呢 就是这个狱卒 主旧主义还是Jaylor同意了 用非味动词 但是这个being是被省略了 这是老智的复习了 当然集齐的做某事也是复习 be anxious to do be eager to do be impatient to do be itching to do be desperate to do be dying to do 都可以表示非常迫切的 想去做某事 anx是急切的 急切的 很不耐烦的 是等的不耐烦了 这个itching 心里很痒痒的 但是无顾一切的要做某事 dying快想死了 总而言之 特别想做某事 还有一个can't wait to do 也是表示 I can't wait to see the movie 我非常想看的电影 用它也行 这是复习 本文中选择是ancher这个词 为什么没有选eager呢 因为前面出现了eagerly 再用eager to do 这个搭配就出了 把这个看看清楚 看看他的演员同事怎么样 演员同事 fellow actor 又是咱们老智子的复习 复习第四课 26页的第十二行 26页的第十二行 Elf did this for over two years and his fellow Desmond kept his secret 阿尔福这事儿做了两年多 并且他的演员 垃圾工同事帮他保守秘密 fellow Desmond 这垃圾工同事 本文是他的演员同事 fellow actor 你跟表达是一样的 我们讲了fellow 后面加名词表示 身份与自己相同的人 你是垃圾工 我也是 咱们是同事 你是演员 我也是 咱们是同事 是这个意思 当然fellow student 就是同学了 你是学生 我也是学生 咱们是同学 还有我们以前见过的这个大飞 这个片段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这个片段相信大家还记得 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的片段 著名的名句 因此so my fellow Americans 怎么翻译呢 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 这不是同事了 你是美国人 我也是美国人 咱们是一个国家的同胞 那么不要问你的祖国 能为你做什么 问你能为你的祖国 做些什么 精彩的句子 名句 咱们再听一遍 看看能不能把这句子背下来 好 再来见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所以本文中说 他是看的演员同事怎么样 had unless learned his lines 是不是最终把他台词 line 是台词 是不是背下来了 背下来我们说 learn something by heart know something by heart 可以 也可以单独 learn something 刚才讲了 没有by heart也行 但know单独使用 不能表示背诵 你看本文中出现了三次背下来 表达都不一样 第四行出现的是 再看一下啊 题目 课文第四行出现的是 know their parts by heart 把台词背下来了 第十一行出现的是 learn the contents of the letter by heart learn by heart也是背下来了 第一本句 在本句中出现 learn his lines 但都用learn那个词 和我们没有加这个by heart 三个表达都出现了 而且前面台词用的是parts 这里台词或者lines 从名词表达也不重复 所以你要替换的话 大脑里有存货 否则你不知道怎么换的话 还是往来 下句话说 the noble stared at a blank sheet of paper for a few seconds 这个贵族 stare at 咱们词后中讲了 是怎么一个看 stare瞪大眼睛凝视 对吧 瞪圆眼睛 诶 没有字 这个怎么办呢 他一瞪大眼睛凝视 瞪了几瞪几秒钟 再想该怎么办 这冷场了 救场中救火 这怎么办呢 后面突然来的极致了 他说 then squinting his eyes he said the light is dim read the letter to me 然后眯起眼睛来 他说 光线太暗了 把信读给我听 他是贵族 确实有这权利 你就命令他 读给我听 把球踢到那边去了 这个 screen one size 在此后中讲过 就瞇起眼睛来 特别是强调 因为光线不清 看不清了 不行 光线太暗了 看不清 你给我读一读 瞇起眼睛来 所以这个后文呢 咱们看中文翻译 可能是有点问题 咱们看这个 译文 看110页 译文 倒数第四行 译文的倒数第四行 111页 后面翻译成 然后眼珠一转 盯着白纸看见 那眼珠一转 本文中不是眼珠一转 这个翻译错了 是瞇起眼睛来 假装看不清 光线太暗了 是这个意思 但screening one size 在这 是非为动词做状语的 为什么 他重点是后面的he said 你看这个人两个动作 一个是瞇眼睛 一个是说光线太暗 读给我听 哪个动作重要 当然是后面说的这句话重要 如果没有这句话的话 后面情景没法开展了嘛 瞇起眼睛是伴随动作 所以把它当作非为动词了 我们说主要的动作 往往留在主句当为动词 次要动作 把它壮语化 边缘化 这又是一个老字的这么一个复习 当然我们先看看这个 后面这个read a letter to me 这么一个小结构 这个先把它干掉 read something to somebody 把某个东西读给某人听 也可以倒过来说 倒过来没借词 没办法建一个记忆个 read somebody something 把某东西读给某人听 这也行 read me the letter 本分钟可以 反正变成这个 read a letter to me 可以变成read me the letter 把信读给我听 这个搭配可以替换 一样的 然后 贵族 眉起眼睛来说 光线太阳了 把信读给我听 你看这个句子 咱们看 这个这个这个 亚历山大写得不错 但是我们自己写呢 搞不好写成这个情况 然后呢 他眉起眼睛来 然后说光线太阳 把信读给我听 又受到中文影响了 大家还记得吗 中文是个竹子 它都是一型一型的 看不出哪个动作重要 但是你如果暗暗的连接的话 说明眉眼睛和它说重要性是一样的 而在本文中 它重要性明显是不同的 这又是咱们以前的老知识 再复习一遍 汉语的特征 它是连续使用动词 在平行语 或者连动句 它几个动词之间 看不到明显的重要性的差别 这叫parotaxis 而英语中刚好相反 它是有层次语 叫hypotaxis 什么意思呢 突出重心动词 思要动词 王府的壮语化 本文中再次看到这个倾向 他说 光线大家读给我听 这个重要 眯眼睛是个伴随状态 所以把说 当作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微动词 把前面那个 squinting 你看 说重要 怎么办呢 he said 保留了前面 he squinted that 变成 squinting his eyes 这突出了中心微动词 他说 这是好句子 这个你不信看下一句话 跟他类似 再往后看 and he promptly hand the sheet paper to the dealer 并且立刻呢 把这张纸就递给了 这个 看守 promply 这个副词是个副习 promply 咱们的十四课 贵族歹徒中讲过 还记得有什么意思吗 promply 这副词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准时的 第二个叫立刻马上 准时立 还有立刻马上 本文中当然是立即立刻 你又没有约定几点钟 怎么会准时呢 立刻把纸扔给他 你给我读吧 看你怎么办 你看下面一句话中突出重点了 你看下面怎么说 finding that he could not remember a word either the dealer replied the line is indeed dim sire I must get my glasses finding 在这还是飞味动词 当圆晕状语 因为发现 后面这个那是避语从俱来 做find的避语来 因为发现他也一个字也记不住 于是乎这个狱卒回答说 这光线的的确确确的昏暗 你怎么叫昏暗的 陛下 我必须去后台求眼镜去 我得去拿眼镜 我确实看不清楚 狱卒发现他也一个字也记不住 于是他会回答说 陛下光线太暗 你看咱们自己写啊 搞不好这句子写成这样了 这个英语句子更像中文 这位狱卒发现他也一个字也记不住 因此他回答说 光线太暗了 把信读给我听 这个确实更像中文 这个狱卒发现记不住 所以他说光线太暗 这个从中文表达 看不出太大差别来 但是你看看 这个狱卒两个动作 第一个是他发现他一个字也记不住 第二个是回答光线太暗 这个我必须拿眼镜去 你说这个发现他记不住 跟他这么去回答哪个重要啊 明显是本文中后面他回答说 我必须后台拿眼镜 要不然这故事还是没法去铺展下去了 关键的地方 reply 怎么办呢 把它当位动词好一些 但是你这里重心偏移了吧 为什么 so是个结果状语从句 你把这个reply放到状语从句中了 而这个found是主句位动词 这个重心反了 所以怎么办呢 改过来finding 把前面变成非位动词 然后呢后面the jailer replied 后面变成主句了吧 这个狱卒回答说 这是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的曲子 咱们越看越多 心里就越来越有根了 这是好句子 好句子啊 咱们再复习 这是咱们以前说过的一个chenglish 一个中式英语 他看了看表 然后看见现在是1点钟 但是大钟敲了13件 然后大钟停了 你看and but and 都是并列 但是这是13等于1 第二课中的一个片段 我们看这里面哪个信息重要 他看了看表 然后看见现在是1点钟 看表跟看见是1点钟哪个重要 看见是1点钟重要 他13等于1啊 看表是次要的嘛 所以说看见这个重要 后半句呢 大钟敲了13件 然后大钟停了 大钟敲13件跟大钟停了哪个重要 敲13件重要 他怎么叫13等于1呢 他停早晚没停啊 不可通总敲去 怎么办呢 这两个当卫动词 那两个把它边缘化壮语化 你看原文是这么说的 第二课原文是这么说的 looking at his watch 非卫动词了吧 他看见 逐句卫动词 现在是1点钟 但是呢 the bell struck 13 times 敲了13下 before it stops 这个song放到了 时间壮语从句里面去了 也是边缘化了 突出了看到1点钟 但是敲13下 13等于1 这个重点就突出了 所以多算酸演好的句子看到 句子写的对 跟句子写的好 完全是两重境界 写的对太简单了 但写的地道才能在协作部分 拿到优秀的成绩 这个确实值得怎么好好去去钻研 尤其是心肯定语 那就去好好钻研钻研 好 看下句话 with this he hurried off the stitch 一边说着这句话 他一边匆匆忙忙走下台去 这个with this 这个with在这是借词随着 这个this就是上面这句话 光天台我必须拿眼镜这句话 这一边说着这句话 一边就下台了 这个with表示随着一定是借词 with后面加名词或者名词端语 在场它也是名词 因为这个with是借词 随着春天的到来 with the coming of spring 注意不要说with the spring of coming 春天的到来 先说到来 什么到来春天的到来 这跟中文语叙述法案的 这个with还是借词 后面是名词端语 咱们说几个吧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 先说临近 临近可以用approach with the approach to Christmas 随着圣诞的临近 再读一下接近临近靠近的例子 approach 这个可以这么说 再进一步说 随着战争的爆发 with the outbreak of war 战争的爆发 outbreak 就好了 同样的 随着科学的进步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什么什么的什么 注意这个语序 跟中文是反的 这都是随着 但是我们看这句话 对不对 with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随着证据开始慢慢积累起来了 这也是随着 这句话错了 后面得打一个X 为什么呢 with is借词吧 后面跟从句了 began是未动词 从句 前面笑个连词 连词随着 是哪个词呢 咱们再复习第一课中 随着证据开始慢慢积累起来 第一课中用的是s as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随着证据开始慢慢积累起来 动员的专家觉得必须到啥了 注意同样是随着 with 是借词 as 一定是连词 英语比中文真是讨厌的多呀 中文对词性不那么很敏感 但英语这不行 hurry 是匆忙的走 off是离开 匆忙的离开舞台 匆忙下台了 好 看后面 Mush to the aristocrat's amusement the jailer returned a few moments later with a pair of glasses and the usual copy of the letter which he proceeded to read to the president 最后一句话 还是个重点句 咱们好好看一看 先看语法的分析 那么第一行 这个窦号前的画横线的部分 在剧中明显是借词短语做壮语 使这位贵族感到大为好笑 大为开心的事 你看本来呢 是这个看守想拿他训开心 结果最后呢 他笑到最后了 他觉得看守很可笑 这个看守一族呢 反回了 这是句子主观结果了 什么是反回呢 a few minutes later 这是时间壮语了 过了几分钟之后 又回来了 with 一直到句末 明显就是一个伴随壮语 拿着这个东西 并且呢 拿着什么呢 拿着一副眼镜 with a pair of glasses 还有什么呢 and 注意一副眼镜 这个画横线的 跟and 后面的画横线的部分 都是做with的语语 第一个是拿着一副眼镜 第二个还拿着 往常的那封信 我们说了copy 依然不是拷贝 是那封信 那封信那个量子 这封信怎么样 赛家定义从句修这个信 他把这封信 再接着读给这个囚犯听 这个定义从句 是形式上的定义从句 你不能是拿着一封 一会要读给他听的信 依然类似于咱们的这个病 这个病的句 and he proceeded to read it to the prisoner 对吧 咱们这么写啰嗦了 为什么前面这个letter 就是read it 用味噌就好了 这是语法成分做个分析 咱们下面看词法细节 首先看这个 时某人大为什么的事 时某人什么的事 这个to once 加一个表示感情的名词 这个大家一般都知道 比如说 to once amusement 时某人觉得很好笑的事 像to once surprise 时某人惊讶的事 to once dismay 时某人惊讶的事 dismay咱们讲过 哎呦 又惊讶又沮丧 咱们第七课说过 还有像to once delight 时某人高兴的事 to once sorrow 时某人伤心的事 to once excitement 时某人兴奋不已的事 这都时某人什么什么的事 本文中变得更复杂一些 前面加了一个程度词mudge 叫使某人大为什么什么的事 这个时候有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在前面加副词mudge 来加强语气 也可以在这个 表示感情的名词前面加形容词great 注意这形容词放在名词前 都可以表示 使某人大为什么什么的事 本文中mudge to the risk-crasse amusement 可以换张 to the risk-crasse great amusement 把前面mudge去掉之后 在amusement前面叫great 使我大为惊讶的是mudge to my surprise 是不是可以说to my great surprise 这两个搭配是可以替换的 好 时某人是这个大为好笑的 本文中史贵族 觉得大为好笑的是怎么样呢 the jitter return回来了 a few moments later 就过了几分钟之后 又回来了 并且拿着一副眼镜 第二还往常的那封信 注意后面他 然后把这个信 又读给囚犯来听 我们说了这个wish引导的定义重句 其实相当于and he proceeded to read it to the prisoner 但是你前面有and的连词 得加连词两句的连接 后面还有it 但前面末尾就是那封信 随便and跟it并得一块用wish就好了 这再次看到形式上的定义重句 你看再看一下例子 he violently beat the boy and the boy later died from the injuries 咱们举过这个例子 他粗暴地打了这个孩子 后来这个孩子因为外伤而死了 这多啰嗦呀 多啰嗦呀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and the boy the boy的主语嘛 就是上句话末为the boy嘛 用定义重句了吧 he violently beat the boy who later died from the injuries 但这不是定义 你不能翻一张 他粗暴地打了那个后来死掉的男孩 这不同顺吧 他打了那个男孩 后来这个男孩因为外伤死了 对吧 这又是一个形式上的定义重句 有时非限的性能从也行 你看 he said he had lost his watch but it was not true 他说他表丢了 但是这不是真的 他骗人 这个主语 it 是不是就末尾呢 he had lost his watch 这句话吧 那么也就是这句话 干脆用wish就好了吧 he said he had lost his watch which was not true 他说的表丢了 但是这就不是真的 这个课文的细节我们看完了 那么本文中呢 他表达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 咱们看看用几个习语看一看 哪一个能表现出本文中这个中心思想 咱们看113页的第一题 113页的第一题 好 单书咱们最后看一下 113第一题 他说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roverbs sues the guest of the story best 他说下注的proverb 叫谚语 叫谚语格言 下面哪一个谚语 sues 叫适合 后面这个gist g-i-s-t 叫主指中心思想 它的要义 如果是笑话呢 就是那包袱 最关键的地方 下面哪一个谚语 最适合本文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呢 它的要义 它的要点呢 咱们看 给了四个谚语其语 第一个he laughs last he laughs best who laughs last 笑到最后的人笑得最好 全A正确了 本文中 这个一族笑到最后 他笑的是最好的 本来他是被取笑的 但集中生智 就取笑了那个看守 这是语序发生变化了 正常语序是he who laughs last laughs best 这是把那个定义从去后制的 他修饰的还是主语那个he 第二句话叫speech is silver but silence is golden 叫做熊便是银 沉没是金 这个谚语顺便可以记住 但是不符合本文中的这个主制 c呢 叫look before you leap 三思而后行 这个leap咱们讲过 用力往远蹦 讲过吧 蹦以前先看看有没有坑 三思后行 最后一个 don't count your chickens before they're hatched 在这个鸡还没有孵出来之前 先不要数你这个鸡有多少只 就是蛋上未孵莫属鸡 如意算盘莫芒达 就是不要乐观太早 你这个鸡还不见得都能孵出来呢 这时候先别数他 有人刚干了一个半个月 就算哎呀 他发工资能发多少钱呢 能挣多少钱呢 这个这个能不能拿到钱很难讲的 背不住还要去讨心呢 这很难说啊 不能乐观太早 但是不符合本文的主旨 但这四个确实都是长期的谚语 咱们愿意记的话可以记记 符合本文主旨 第一个笑到最后的人笑得最好 好了二十二课也是一个非常精彩 有趣充满乐趣 同时满满都是重点支点的一个好的文章 希望大家把这片段咱们整个的好好多看几遍 把老师讲的支点牢牢记住 好二十二课我们跟李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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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